快回來帶您繼續關心到 房價不斷上漲 漲在台北市產難度是越來越高 超白者於是是轉向了低總價 低自備小坪數的住宅下手 而根據內政部的資料顯示 台北市25坪以下的小宅交易占比 已經連續5年超過了5成 不過專家也提醒 小宅通常戶數比較多 住戶也相對複雜 以及公社比偏高 都需要多加留意 台北買房嗎 蠻不容易的 可能會捨棄台北買周遭 大坪數當然不敢想之外 其實現在建商蓋房子也是 它其實會以小坪數為主 因為總價低 你應該說大財買得下去 可能四坪以內的吧 比較能夠能力負擔得起 感慨台北居大不易 薪資追不上房價漲幅 民眾想在台北買房 只敢把眼光放在小坪數住宅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資料顯示 台北市25坪以下的小宅交易 占比至今已經連續5年超過5成 2022年第一季更是創下新高 佔比高達52.3% 等於每兩間房子 就有一間是25坪以下的小宅 小宅部分就是它是低總價 然後低支備款的一個現象 就會比較明顯 大家可能就會往這個方向去集中 一般大概來說就是套房 或者是一加一的那種小房 兩房的一個產品 可能會是比較算是小宅的一個主力 點擊看房連結 直接食進賞屋 疫情之下催生出的功能 房仲業也表示觀察後台數據 小宅觀看次數也明顯較多 而進一步來看今年上半年 台北市小宅交易熱門五大行政區 以中山區416件坐上冠軍寶座 平均總價為1049萬元 平均單價70.5萬元 其次則為傳統蛋白區 其中萬華北投平均總價落在800多萬 也成為小宅二三名區域 中山區比較特別是說 它是市中心的區域 那它的產品相當的多元 就從一般的套房到四房其實都有 所以它的供給量相對也是比較穩定的 那當然小宅部分也是供給量相對比較大 那就會吸引很多民眾會往這個地方去集中 不只市中心熱門 清明價蛋白區也受青睞 不過業者也提醒 留意小宅社區通常戶數較多 住戶相對複雜 另外公社比動輒三四成偏高 需多加留意室內實際坪數大小 避免價格上吃虧 這片張浩浦台北相報道